上午国一北上路段 就发生了一辆小货车轮胎跟车身分离的悲剧 只见到右后方的轮胎慢慢地远离车身 接着直接滚在高速公路上 先是撞到路间的护栏 然后再弹到国道的内侧 小货车因为摩擦地面而冒烟 只能够停放在路边 还好一发生问题时驾驶立刻减速 否则可能会造成翻覆的可怕车祸 不过这个画面也提醒了驾驶朋友 要开远程前最好先检查一下车况 避免发生意外